有些产品很讨厌 因为它会让我感觉到浪费 我不喜欢浪费 但是不得不让我浪费 我讨厌这种感觉 以这个便携补光灯为例 几年前买的花了小200块钱 品牌我就不说了 买的时候挺好用 质保一年 大概在第二年就坏了 显色指数95以上 很好 32瓦亮度也够用 拍个菜啊 拍个数码产品啊 应用很广 我很喜欢 但是为什么过了质保 它就坏 而且坏了之后 关键部件它没坏 比如说这么多灯珠 一个坏的都没有 非常好 非常亮 非常准 还有配的电池 这个电池也没问题 容量也挺大 也挺好用 但是它哪坏了呢 我们注意看 这有一个开关 开关没坏 这有一个调亮度的 这两个旋钮 就像以前的收音机的这种旋钮 这俩调亮度的坏了 一上来就是百分之百 下边这个是能调的 但是很不稳 它总凸凸很虚 那就不能用 上来就是百分之百 而且是色温不准的 当把它调到最大的时候 有时候能用 有时候不能用 今天我给拆开了 全是这种小螺丝 这个灯的主要成本 就是这个灯柱 显色指数很高 其次可能就是这个电池 充电器没多少钱 像这个塑料壳的 柔光的这个板 估计也没多少钱 剩下的就是两个电路板 线估计也没多少钱 就是这个电路板 还有条的这个旋钮 可能控制的这个部件 过一年就坏 出了质保就坏 我恨的就是这个地方 这些核心的零部件 估计它是采购的 占据了整个产品的主要成本 这些件反而不坏 但是就是这些小破零部件 它在这些地方坏了 容易坏 翻船了 而导致整个这些能用的东西 反而用不了 这是我非常讨厌它的地方 如果它这些小零部件 你能好一点的 能多花几个钱 比如说我买这个东西 就算170块钱 我再加30块钱 你把这些好东西 这些小破玩意弄得好一点 质量好一点 稳定一点 寿命久一点 别让我只用一年 能让我使用个5到6年 我愿意多花这30块钱 什么时候让它这些灯珠 比如说不太亮了 或者有一些坏了 核心领部件坏了 到那时候我把它扔了 我觉得心里没溃 但是这电池好好的 这个灯珠好好的 就是这些旋钮坏了 或者说这些里边的小零部件坏了 而导致这些关键核部件一起装掉 我觉得心里不舒服 可能我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 这就是所谓的性价比产品 其实这种东西很多 比如说我买主板或者买显卡 我就不太敢买小牌子的 我就不太敢买那些盖板 我就怕它在一些电容电阻 或者一些什么地方 因为我也不懂 肯定是一些小的地方 它会苛厚成本 一些小的地方坏了 容易坏 过了质保就坏了 而导致整个都用不了 我最讨厌这种东西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种东西该卖多少钱呢 我应该花四五百 买一个跟它一样的东西 就没坑了吗 我不知道 其实你说这算被坑被骗吗 它质保一年 它也没骗你 一年之内它不坏 但是就觉得心疼 你说扔吧 我还舍不得 你说不扔吧 还没用 我已经就是这种状态 已经放了一年了 今天拆看看 还是没有办法 你说修吧 找个地儿修 花个三五十块钱 修手机的会修这个玩意儿吗 自己修吧 自己又不会垫烙体 甚至都不知道它哪坏了 所以说以后买东西 不要选性价比 我以前挺喜欢性价比 但是就因为这些问题 我不喜欢性价比 我那可多花点钱 对了 好